单挑完全就是看个人的得分能力了 身体素质好的这方面 占着这些天的优势 像之前美国队传出来的队内单挑视频 像杜兰特和乔治这样的小前锋 就有着很大的身体优势 他们两个更是在单挑中打遍所有球员 美国那边的单挑只能预指多三下球就要出手投篮 所以那些熟悉被打技术的球员会很至香 接下来我们盘点一下几位球星罕见的单挑 奥拉猪王和奥尼尔 奥拉猪王和奥尼尔都是传统中锋的代表人物 他们两个也是交手了多次 谁也不服谁 在95年的总决赛中 奥尼尔所在的魔术 惨被奥拉猪王的火箭横扫 输掉系列赛的奥尼尔自然很不服气 就找到奥拉猪王要和他单挑 说他只是靠队友才打得赢自己 真正一对应他赢不了自己 事后奥拉猪王被记者问起这件事 他说奥尼尔被他打爆了 事情真假也无人可知 比斯利 詹姆斯比斯利单挑能力非常强 毕竟是曾经在高中叫杜兰特做人的球员 高中的时候他的能力和杜兰特不相烧下 虽然以后获进NBA后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比斯利的个人能力 大家都是看得见的 他曾经在热火队和詹姆斯做过队友 他们两个人私下还常常单挑 传出来的消息都是詹姆斯说的比较多 科比 麦迪科比麦迪两个人私下关系非常好 麦迪更是被科比称为一生之敌 论成就来说科比肯定是比麦迪高的 五美总冠 决戒指就是最好的书名 而麦迪不仅职业生涯比科比短 而且还没能拿到过总冠军 实在是可惜 但是论坚负 麦迪绝对是高诸科比一等的 更好的外线投射能力和运动能力 进攻手段也十分丰富 他们两个人都是早期埃迪前来的球员 所以他们一起参加了不少的活动 私下单挑也不少 据和比的口述 麦迪曾经在德国行的时候和自己一对一 然后自己抱垂了麦迪 但是问到麦迪的时候他却一直不承认 结果也不得而知 乔丹 批鹏两大球星的大挑自然是很受人瞩目 他们两人私下也经常一起切磋球技 虽然乔丹是篮球之神 但是批鹏也不是吃醋的 他们两个的对决总是不相上下 训练师也说只有更好的防守 才能提高你的进攻能力 在攻牛队 批鹏就是提高乔丹的最好人选 对决定的最好人选